準備下交流道 但後方藍色轎車 卻突然往前撞上 車上兩人被嚇了好大一跳 肇事駕駛趕緊下車道歉 但這駕駛是知名鄉土劇演員 余浩薇 不只拍戲 還演出多部音樂劇 能唱能演出到十多年 沒想到因為不注意 撞上小摩的車 被控理賠 態度消極 他的保險公司 我其實等滿久的 都沒有致電給我 甚至有放過我鴿子的一個情況 臉書有有七萬多粉絲的橘子 成是平面廣告模特兒 當天正準備到學校上課 卻發生車禍 車子後方保險桿好幾處刮痕 甚至還被撞破一個洞 出國維修費用九萬五千元 休車期間花了兩萬五千租車代步 指控余浩薇除了修車費用 其餘損失都能處理 車取的車的費用呢 他完全都沒有跟我們 就是談條件 他就是全程都交給他的保險業務員 真的有點不大開心 覺得一個 他身為公眾人物 為什麼要逃避責任 雖然保險公司能賠償車損費用 但期間的代步費 並不包含在保險合約內 雙方調解失敗 決定走法律途徑 對付公堂 上路發生意外總在一瞬間 但驚嚇之餘 對於還得盤算自己的保險有沒有賠 保險公司精打細算之際 理賠金額的落差 又或是拒絕賠償 最怕對照心情不美麗 直接告上法院 尤其是當車禍有人傷亡 保險人就有刑責問題 過去有肇事者願意理賠 但保險公司不肯出險 就害保險人 挨告過失傷害遭到起訴 最後還多拿五十萬元來貼補 他的車價也超過一百萬一百五十萬 那保險公司照理說要賠一百萬 可是沒有 我有百分之五十的造勢責任 保險公司只會賠百分之五十的造勢責任 也就是說只會賠五十萬 保險公司的業務範圍 不在於免除保險人的刑事責任 對他們來說 當然能賠越少越好 曾有肇事者願意賠兩百五十萬 但保險公司拒絕 最後挨告法院判賠兩百七十萬 比原本講好的金額 還要高出二十萬元 不只要付賠償金 還得獎納一年五趴的高額 遲延利息 前後多花七十多萬 就算順利解決調解了 那也要注意說 被對方會不會去提起刑事訴訟 因為調解的部分 不可以預先拋棄告訴權 在和解契約上助記說 就是雙方的對於這件事 不可以再請求 那如果有一方違反的話 我們會記載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 避免埃告有方法 專家建議若車禍 有造成受傷 別全權交給保險公司 最後在寫商過程 共同參與 獲照又強制執行效率的法院 鄉鎮市公所來進行調解 人家說買保險轉移風險 但想多點保障 事後面對賠償問題 學著自保才是上賞策 三連新聞 江文綺 黃松祥 臺北報導 習近平 李确 五 perpetual 堅持 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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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